近日,中国国家话剧院发布2022年应届毕业生逆聘名单,一阳千玺、胡先旭、罗毅周等明星在列。 根据国家话剧院2022年3月17日发布的中国国家话剧院2022年应届毕业生招聘公告的招聘流程显示, 演员岗位不参加比试,通过资格审查的人员直接进入面试,面试共三次。 部分网友认为,同样是考编,演员岗位越过比试进入面试是一种明星特权的体现。 明星与素人考生共同竞争同一岗位免除比试的考核标准,也会影响考试的公平性。 中国国家话剧院工作人员回复称,名单上人员上处于公式阶段并没有录取,一直在关注网络舆情。 公式期出现异议的情况会向领导反映,向上级单位报批。 随后,有网友爆出一阳千玺考编制,似乎和一阳千玺他爸有关系。 有网友疑似罢出一阳千玺父亲的公司是卖号的,基本上娱乐圈的做数据的女工都在这个诚信网络买过号。 不过,网上也有很多人发了一些图片,澄清说那些女工们支付的是一家叫做诚信网络的公司,和这个诚信天下不是一回事情。